于智众生 于不虚为处 于不能转处 于不无穷处 得彼竟安乐大亲近处 事故其词亲近庄英功德 前面我们看到 《网生论》里面 谈完法诗 为我们说的 西方极乐世界 过土 十七种庄英功德力 弥陀在阴地 无尽的慈悲 看到 颠倒不进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六道从哪里来的 从妄想分别执着 从这来的 如果 中生 把见死烦恼 断了 也就是不知足了 六道就没有了 六道像一场梦一样 梦醒了 六道不见了 行过来之后 是什么进阶 是四身法界 六道是 是释迦牟尼佛的慧图 同居图 四身法界 是释迦牟尼佛的进度 就是方便 有语图 这大家就容易懂得 释迦牟尼佛 也有十报 庄英图 那是一阵法界 所以佛 慈悲 帮助我们 脱离六道轮回 回归到 一阵法界 所以 愚知众生 这是安知 希望的 把这一些 六道苦难众生 安知到一个 不虚为处 不虚为 不轮回 这是什么地方呢 不轮回 四身法界 就不轮回了 但是四身 还是虚为 虚为 射暴徒 才不虚为 所以我们看这三句 佛 真的是希望 把我们 安置在 射暴 庄英图 射暴 庄英图的人 确定是明信 坚信 坚信 臣服 在华言经上 原教 粗诸一上 四十一位 法身大司 诸暴徒 他们住在 那个地方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弥陀 真做到了 他成佛之后 确实 以他 四十八月 无界修行功德 成就了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就是 毕竟安落 大清净处 这极乐世界 事故 其次 清净庄严功德 这个清净庄严功德 就是 之前面所说的 毕童过途 十七种 庄严功德 这是 极乐世界 怎么来的 总得搞清楚 搞明白